沒有 Q彈飽滿的肉圓下鍋油間 外皮軟Q又有膨度 看得到飽滿內餡 在地飄向70年肉圓老店 每逢週末假日總是大排長龍 還有日本觀光客 特地看旅遊書來品嘗 城地路上除了有老字號肉圓店 貓鼠麵還有菱角酥 糯米炸等小吃 被封為彰化市美食名錄 不過為了因應2025年 疑似彰化舉辦的台灣設計展 傳出縣府要將這一條路 規劃存單行道 引發沿路店家 住戶 全炸鍋 客人這樣不好聽 說要這樣繞的話要繞一大圈 如果是外地遊客的話 他會不知道要怎麼來 不可以 因為在我小時候的 大概三四十年前 他曾經改過單行道 結果整個成林路就落寞了 然後這個是真的是非常不自知舉 你知道落寞多少嗎 整個啪 你看連這邊的那些紅茶店 完全沒生意 曾經見證成林路 繁榮道末路的商家和住戶 一滅倒反對改成單行道 因為這裡原本是雙向道 民國六十七年改為單向道 商圈末路 直到一百年又變成雙向道 人氣買氣才回流 單行如果有走回頭路 當地經濟首當其衝 那台北市它改成那個人險友善步道 那個是一般是在住宅區裡面 因為這邊是商業區 車輛流很多 你看你來這邊要消費 一定車子要進來吧 那一邊要動車 在我旁邊就要動車 要說給外來的人家 要動車 其實也動不到 這裡住給車 都跟我們動車 也沒有那個作用 謝浦指出 因為成林路臨近彰化火車站 為了讓遊客在市區消費 才會規劃在成林路 施作友善行人空間 但如果店家和住戶都強烈反對 謝浦也會聽取名義 不會搶行施作 星期環境電視頻 早報道